今天我為大家介紹一件作品 是周茂蘭的血書奏稿 周茂蘭是何許人雅 其實他是名活東林黨 一個官員周順昌的兒子 在天啟年間 東林黨和魏忠賢鬥爭的過程裏 周順昌被人捉了 最後冤死在獄中 在這次鬥爭裏 東林黨人在北京裏的怨氣大傷 但是他們在南方的根基 卻未被動搖 所以在次年崇禎帝 新登基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反擊 最後成功逼到魏忠賢自殺 魏忠賢的黨羽都陸續被追究 在這個奏稿裏周茂蘭 就肯切條塵 請崇禎皇帝去處決兩名 殺父的閹黨仇人 當時他只練二十出頭 就血氣方剛 所以他寫這個稿的時候 用詞不當犯了忌諱 幸好是被當時的 一個上奏的官員去發現 如果是平常的一個奏稿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可以改 但是他這件稿是用血書來寫的 周茂蘭寫的時候 就是刺破了自己的手指 其實這隻手指的血已經枯結了 那怎麼辦呢 當時有人就說 不如用回密書來寫吧 但是周茂蘭烈性一起 就咬爛了自己的尼根 後來他用到蝕血 重新再寫了這一稿 崇禎看了之後 果然是十分感動 最後是予他所願 將這兩名殺父仇人處決了 名稱逆代之後 周茂蘭也審時度勢 不再出事 過上了隱憶的生活 周茂蘭之後 將這件寫錯了的原來的稿本 帶回自己的家鄉 流傳至今 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件作品 在他回到家鄉的時候 很多文人在這件作品上提字 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動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件作品 其實題字是很多很長 可以看到當時是很多人 受到他的感染 其實這件作品 它已經超過了書法藝術本身的範疇 它已經變成了一件 很有意義的歷史文物 研究者可以在他身上 研究一下一些 當時天啟年間 政治鬥爭的情形 和文代移民交往的情況